松浦98.5公里处路灯没有亮也没有进行维修 导致居民以及经过的民众开到这条路段时 四线昏暗相当的危险 玉里正名代表谢德川在定期大会上表示 担任里长的时候就向正公所反映了 三年多过去了 希望正公所能够重视193县道居民行的安全 松浦98.5K处路灯没有亮也没有进行维修 导致居民以及经过的民众开这条路时 四线昏暗相当危险 玉里正名代表谢德川在定期大会上表示 玉里正名代表谢德川在定期大会上表示 担任里长时期有向公所反映 三年多过去了 希望公所能够重视193县道居民行的安全 那边好像有四盏灯 因为之前我不是跟你讲过 他那边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重大车祸 然后把那个路灯全部撞断 然后他的线路是在底下买在底下的 当时我当里长 我有跟我们客长讲过这个部分 至今已经三年多了 都还没有处理 那个地方真的是暗道不寻 太危险了 尤其下一天 根本看不到那边有没有路 那个要怎么那个 公所回复那条路是一积水路段 导致地下电路无法正常运作 有到现场拉明线 四盏灯 有三盏灯是亮 唯独就是转弯处更需要照明的无法亮 现阶段会再改路线 我们会再改改路线 是改到路的对面去 因为其实路的这一边 他又是转弯了 他又被那个路数遮住了 那我们是不是改改设置在对面 然后对面 他是新旧路插路那边 那边 那让那边的那个 刚好那边也没有 那个那么像 那么高的路数去阻挡他 那可能会从来这一方面去着手 谢德传说过年也要快到了 车辆会增加 所以建议是不是可以增设暴闪灯 让行经的民众可以多加留意路段 不会因为视线昏暗 导致意外发生 记者高双双 玉里镇采访报道